41岁的张俊宁感情大事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过去虽然曾经和赵又廷、邱泽等人传过情史 但最后都没有结果 不过18日竟然传出 他即将在年底终结单身结婚 对象则是小他3岁的马来西亚导演何文莉 据一篇新闻网报导 张俊宁曾经演过科导的《唐人街探案》、《女心理师》等作品 两人在情投意合之下论及婚嫁 男方似乎也通过高标准的张妈妈那关 而消息曝光后张俊宁的经纪人也回应媒体表示 目前俊宁都在忙新电影的筹备 他在每个人生阶段都有自己的安排 工作和感情都是 如果有好消息会再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关心 对于结婚传言没承认但也没否认 之前张俊宁和阮金天曾开玩笑约定好 如果彼此到50岁都还没对象 干脆就要凑对结婚 如今女神似乎已经找到归属 粉丝也献上一篇祝福